比贸易战更迫切的问题,陶东,中国债务,贸易战引发中国经济下行风险,但瑞士信贷私人银行大中华区副董事长陶东认为,中国债务是比贸易战更迫切的问题,并已出目精心形容近十年中国债务成长。 也因此,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,一上台就提出去杠杆,但也导致中国出现大规模信贷下滑,今年前十月,中国信贷违约次数创历史新高。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陶东,经20日出席2019年,中国经济投资展望论坛,分析目前中国经济形势认为,中国债务问题,与去杠杆政策如何推动,是比贸易战更严峻的挑战陶东,指出一般情况,消费者到银行存款。 银行在放款给企业,消费者银行企业,这是传统的资金链,可以透过提高利率来去杠杆,但中国却无法。 因为中国债务问题,是建立在银行表外业务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逃东解释。 近年来,中国银行不做放款业务,反而建议企业到旗下的资产管理公司借款,并建议消费者将存款转买理财产品,资金链转为消费者理财产品资产管理公司企业银行,借此规避监管。 近几年来表外业务扩张,推动中国经济成长许多,无法从银行借到钱的组织,如地方政府、民营企业等,都透过表外业务筹资,因此当刘鹤实施去杠杆。 大量关闭相关组织后,中国出现大规模的信贷下滑,企业现金流浮现断裂压力,今年前10月,中国信贷违约次数创历史新高。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,为改善上述问题,中国人行进二、三个月来持续放水,试图将资金打入金融体系,但由乌青年习近平放话,谁把钱借出去? 这笔钱成了坏账终身纠责,导致银行放款意愿低落。 因此人行放水资金,无法抑注到实体经济银行中继功能丧失,是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状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